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部印度电影《好运理发师》 正如片名所述,本片的主角是一个理发师 但是对面新开了一家时尚理发店 而男主的理发店因为太过落后而生意惨淡 他现在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把破椅子和一把破险刀 所以他向政府申请了贷款,但毫不意外地被拒绝了 眼看着就要揭不开锅,几个孩子的学费也快交不上了 男主陷入一个十分窘迫的境况 为了生计,男主把理发店的价格一降再降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谈便宜的客人 结果还被他家的破椅子给摔伤 男主也算是倒霉到了极致 不久,有个大明星要来村里拍电影 村民们从来没有看过拍电影,也没见过大明星 于是纷纷激动地出来迎接大明星 内阵长比公主出巡还要壮观 阵长还为大明星安排了贵宾级套房 总之就是所有人都膜拜着他 而我们的男主此时还在为孩子们的学费发愁 还为此时生了病 但错巧的是,那个大明星正是男主的一个昔日朋友 他的两个孩子要求他带他们去见大明星 甚至连男主的老婆也想要去看一眼 男主看着他们殷切的样子只好口头上答应下来 但他和大明星已经很久没见过面 他知道人家恐怕早就看不上自己 所以他只是在拖延时间 没想到孩子们将大明星是自家爸爸朋友的事说了出来 校长为了请求他带大明星去学校庆典 甚至把两个孩子的学费免掉 男主老婆一听当即就答应了校长的要求 而那些曾经借钱给男主的人 也决定不让他还钱 所有人都以为只要请求男主 他就可以带自己去看大明星 就这样男主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 他们成群地在大街上唱着歌歌颂男主 为了孩子们的学业和自己的尊严 男主决定去找大明星 经过多方打听后 他找到了大明星的酒店电话 可是接电话的助理一听他是个理发师 以为他和那些想见大明星的人一样 立马就挂断了电话 无奈男主报名去片场当群众演员 结果被放在摩天轮上一直转 根本就没有机会和大明星说话 好不容易从摩天轮下来 为了看到大明星 男主爬上了一棵树 没想到因为人太多树枝断掉 男主因此受了伤 苦恼的男主将事情告诉了叔叔 叔叔安慰他 是人们自己给予他东西的 也是人们自己相信传言的 他从来没说过 自己可以让他们见到大明星 可是人们等不及了 他们希望男主能够兑现他们的愿望 可是男主根本就没有办法 他们强行将男主拉去电影拍摄片场 结果一不小心和安保打了起来 现场一片混乱 因起骚乱的众人被抓去了警察局 在警察的批评教训下 人们开始怀疑男主根本就不是大明星的朋友 而是一个欺骗他们的诈骗犯 他们将之前给男主的所有东西全部拿回 还报警将他抓走 叔叔安慰男主 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 但经过这件事之后 全家人已经成为了全村的笑柄 妻子白天都不敢出门见人 连两个孩子也开始怀疑男主的话 很快就到了学校境点 大明星应校长的邀请去演讲 那些想见他的人将学校围得水泄不通 大明星在庆典上为了鼓励学生 说自己小时候曾经家里很穷 但很幸运的是 他遇见了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安慰和鼓励他成为了他的支柱 还为他买了船票送他去梦买 所以后来他才成为了人们看见的大明星 可是后来他回去找朋友时 却发现他早就离开 而这个朋友正是男主 男主没想到 大明星竟然还记挂着他 而人们这才知道 男主说的都是真的 原来他真的是大明星的朋友 孩子们也明白了自己犯的错 向男主道歉 之后大明星找到了男主家 兄弟俩时隔多年再次团聚 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电影最后大明星离开了这个地方 临走前人们在他的引荐下 真的见到了大明星 就这样男主再次成为众人祈祷的对象 人们总是这样 当你有利用价值时便是高高在上的神 反之便是一无是处的泥土 但无论人们的目光如何 我们也要保持善良的内心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